家是每個人成長和築夢的地方 不一定是某個確切的地址 而是精神連結和心靈寄託的所在 家庭影響性格 性格決定命運 原生家庭 刻畫了我們現在的樣子 我叫朱月寧 綽號樂樂 我們家一共有五個人 我的爸爸是一個退役軍人 籍貫山東 我們相差了56歲 他對我來說 比較像是阿公的存在 所以 呃 其實我們並不太熟 每次看到他 我最常說的話就是 爸爸 媽媽咧 我的媽媽 是個超會煮飯的家庭主婦 娘家經營宮廟事業 從小就常看他Kidang 幫人處理事情 我其實不太懂 媽媽唱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但每次聽他唱歌 我都覺得溫暖 還會莫名的流淚 不過 他最愛的事情 就是打目標啦 我的姐姐是個即將退休的國小老師 與我相差了20歲 就像是我的第二個媽媽 在肉體和精神上不斷地鞭策著我 她看起來非常嚴肅 但內心其實是個充滿粉紅色的夢幻少女 單身未婚極父正義感 疑似一家盡德廳堂 但千萬別讓他入廚房 興趣是看電視和對電視講話 歡迎單身有志壯年私訊恰尋喔 我的哥哥與我相差17歲 他是一個電腦工程師 整天都在寫成詩 哥哥年輕的時候身材很好 號稱阿諾下面挖孔 我都跟別人說 我哥頭部以下很帥 小時候哥哥教我很多東西 最over的是騙我抽菸 讓我開車 當我做錯事的時候 他常用各種違反人體工學的知識 體罰我 某種程度上 我算是他的玩具 對你來說 家是什麼 來吧 歡迎列臨生態樂園 跟我一起回家 在講話 來吧 在講話 我真的要最後來 聽話 會不會被困難 在講話 實際上 在講話 回家 說 會不會 沒辦法 沒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